好 回到現場 我其實想要請教一下這個苑老師 就是說以色列 他內部這一位右派的部長 他直接提出了 可能會對加薩地區丟核彈 當然是他個人的想法 但是是不是某種程度也代表說 以色列他們其實內部 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分歧嗎 或者是說呢 這可能真的是選項之一嗎 我先強調一句話 我從2023年10月中開始的 這一場巴以之間的衝突 有一個深刻的感覺 覺得我從小到大 學的有關於人道主義的普世價值 通通都是騙子講的話 一點價值都沒有 因為美國跟西方 毫不表流的全心全意的支持 以色列的做法 我花了十幾年在那邊苦毒 大家要稍微了解 我們旁邊做的是大使 就算是還是我們苦毒 雖然當大使很辛苦 但是我們苦毒基本上也很困難 我們本身的話什麼功也都是做過了 在我那個年代 我必須要強調 請大家注意兩件事情 以色列的話 本身的話在這個10月17號的時候 有一家醫院 它是基督教醫院叫做阿赫利 被攻擊的時候 那個時候以色列還要點臉 就是說大家都指正利利說是以色列幹的時候 以色列說是聖戰組織幹的 你報導這個消息從頭到尾 哈馬斯 珍珠黨 什麼野門什麼 有沒有聽過聖戰組織出現 沒聽都沒聽過 就一個炸彈就炸死500人 死了 然後現在的話呢 剛剛我們大使講得非常清楚啊 以色列的炸彈攻擊了醫院 難民營 學校 外國單位 清真室 所有能夠攻擊的 通通攻擊的 為什麼它突然變狠了 為什麼它突然發瘋了 為什麼這樣子攻擊 你一定要了解以色列本身 為什麼突然不在乎國際視聽呢 兩個原因 第一個 所有的宣傳做得到位了 不在乎別人的感覺了 你現在講到布林肯去 去了丟臉啊 你要我做任何事情 我就是不達到我的目的 絕不止休 什麼目的呢 要全面消除哈馬斯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哈馬斯的話呢 你根本就長得一模一樣 就像台灣一樣 你是台獨的 還是獨台的 還是維持現狀的 你長得一模一樣 要通通幹掉嗎 你可以這樣子搞嗎 所以呢 產生的一個結果 非常嚴重就是說 以色列講說 通通幹掉 叫你往南走 南部炸 北部炸 中間自己畫條線 我從小活到大 沒有聽說過加薩走廊 分成南加薩 北加薩 這條線根本就是用這個 炮彈給製造出來的 所以說產生那個結果 就是北加薩人 24小時上百萬人 110萬人簽 誰走得了啊 對不對 總是有行動慢的 小孩子 通通當成哈馬斯殺掉 這個的確也有道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年輕的人的話 是巴勒斯坦人 你長大了就變成哈馬斯 冤冤相報恨到極點 對不對 我在那邊的話我也變成哈馬斯啦 對不對 好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人啊 叫做這個 埃利亞胡啊 他是 他是耶路撒冷的這個 遺產部的部長 耶路撒冷的這個古城 我跟你講 他等於公開說了一個 大秘密 這個大秘密 被他公開說出來 成了大笑話 就說美國到處制裁什麼伊朗啊 北韓啊 就說你不應該擁有核武 你擁有核武了 講了一大堆 但他自己的爹 他自己的爸爸 以色列老早就講有核武了 那以色列為了給美國面子 就說不要公開 但是這個埃利亞胡的話 現在居然講說 使用核武是一個選項 我的天啊 你怎麼可以講這種話 你到底有沒有嘗試 你到底有沒有知識啊 首先第一 他犯了三大原則 第一個我必須強調 哈馬斯跟以色列之間 怎麼能夠叫戰爭嘛 就是零略嘛 那個現在兩萬人 打四十萬人 裝備最精良的部隊 以色列的部隊 中東小霸王 絕非浪得虛名 這個根本不成比例 第二件事情的話 你這個戰鬥機狂轟亂炸 你帶他看一下什麼戰機 什麼F-35什麼的 美國最先進的武器 全部到位了 對不對 你那個支援啊 你那個支持啊 你那個人員的動員 什麼各方面 為了要打架上這種情況下 那你基本上 這場戰爭你打不打 你都是穩贏的 只是你看你殺多少人而已 那你這個還要講到什麼 我們不排除要使用核彈 核彈是在最後 那俄羅斯的話 他們那個總理 就是叫做什麼 那個威敬夫 他自己強調說 我們如果戰士吃緊的話 俄羅斯的話 如果世界沒有俄羅斯的話 世界要沒用 就是威脅 就是說我們最後一招 但是這個基本上 旗開得勝就講的 第三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以色列的戰術 請大家稍微觀察一下 以色列戰術非常明顯 首先狂轟濫炸 因為這個加薩比大安區 還要密集三倍 房子全部動平以後呢 大家看接下來幾天 大型的推土機進來了 把房子剩下來 全部推平推平 推平接下來呢 就開始找這個地道在哪裡 你要核彈幹嘛 這個瓮中捉鳖啊 勝利在望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以色列有這種心情啊 就是每一次戰爭的話呢 平均加巴勒斯坦死的是 兩二十倍 那現在他在這個 10月7號死了1400人 再加上現在人質 大概有230人 那合起來大概1600多人的話 你乘以20 我看到大概到下個月 大概還要再死1萬以上的人 這個實在是講起來 到了21世紀 還有這種人倫悲劇 這種人道主義的危機 然後這個引發的範圍 我跟你講 這整個世界都不一樣 這個連這個軍事史的教科書 都不一樣 大家會開始明顯的注意到 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現象 不是說是大欺小啊 強靈弱而已 這個基本上 就是故意把這個事情 講成戰爭以後 然後到處宣傳 到處告訴人家說 以色列是受害的一方 以色列是要和平的一方 以色列是充滿了道德意識的一方 那你這種宣傳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效我不知道 但是實際上 你對於很多人的話 這一次的戰爭情況非常不一樣 因為新媒體發達 很多人的話都自己拍了一個手機 拍了照片出來 那街頭上就看到小女孩 被一槍打爆頭啊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說句良心話 我覺得這個戰爭打到這種地步 報到不報到 其實都對不起自己做人的義務 有的時候你如果沒有感同身受的話 其實真的是很不應該 教授我繼續再追問你 你剛好特別提到地道戰的部分 地道戰有這麼好打嗎 但是呢現在以色列他們說呢 一定要實現摧毀哈馬斯的目標 可能的時間需要數月到一年的時間 這麼久可以嗎 我跟你講好了 因為哈馬斯的地道真的是大有學問 因為大家要了解 挖個地道其實不容易 尤其是在沙漠底下挖個地道的話 講起來 那麼長期來的話呢 有人在準備 因為地道的話呢 本身的功能的話呢 有三種 一種是可以儲存可以防備的嘛 過得比較 就可以在那邊待底下待很久 通風啊什麼的 那另外的話呢 拿來儲備糧藥 就是你要彈藥什麼放在底下 因為大家不要忘了 那個加薩在以色列的控制當中 是個大監獄 大監獄中怎麼可能有這種大型的武器 然後第三點的話呢 就是說這整個地道當中的話 是長期來 一定是居民一家 一起修的啦 不可能光靠哈馬斯 就大家基本上在那個環境下嘛 對不對 基本上 其實我說一句良心話 因為哈馬斯的小勇善戰 你講到那個像那個 在西岸中的那個阿巴斯 他們帶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阿法特那種 基本上也不是他的對手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地道的話呢 但是以色列的話呢 目前這種做法 就是為了要下在地道裡面的哈馬斯 三種方法 用水灌進去 用毒氣灌進去 然後用火攻進去 然後你活不了了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戰爭打到這種階段 那為什麼要拖這麼久呢 拖這麼久的原因就是要 把所有在地道的人 經過兩三個月以後 全部當成哈馬斯 管你什麼人 通通處決掉 然後讓你產生一種大屠殺的感覺 從此以後 我有的時候會覺得說 人類的悲劇讓我不由想起以前為德聖拍的那個塞德克巴萊那個電影 大家如果看那個電影的過程當中 好死不如賴活還是死得殷烈一點 這個哈馬斯現在面臨這個抉擇 你現在以色列不給他後悔的機會 那我覺得一場大屠殺還沒開始 這場大屠殺的話等到地道出來被火燒出來的人 被水淹出來的人 然後甚至被毒氣毒死人 你到時候陸陸續續看到這種影片的出現 因為現在以色列基本上是封鎖 他的消息盡量往外露 我們現在看到外露的人就是有電又不要命的人 把這個鏡頭帶出來 就是看得出來 但是以色列是故意讓你能夠表現 因為我們昨天看到巴勒斯坦人還集體圍觀 就是哈馬斯在對以色列的坦克車在進行轟炸的過程 我一看就知道這有問題 因為以以色列的兵力來講 故意產生這種感覺 就是這種勢均力敵的狀態 但是以色列的士兵 他們的士氣非常高昂 大家不要忘了 這是一場宗教跟種族的戰爭 這是伊斯蘭國有多很 那個猶太人他們基本上那個宗教戰爭 我看了感覺很恐怖 就是說他們所有的將軍要赴戰場之前 都是那個拉比 每個人在頭上就是 就是對上帝禱告什麼的 說實話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文化打仗 中華文化以和為國打仗 放下武器了 我叫你是爸爸 你可以饒了我吧 基本上也都饒了 那個不一樣 那個是通通幹掉 管你老人小孩女人什麼通通幹掉 所以說大家在看這個報導的時候 就要發覺說 這個整個國際化過程 因為這個以色列 這個猶太人他們本身 把這個戰爭的教科書 都已經改寫到極端了 我覺得大家要想一想1937年 就是民國1937年的時候 南京大土喪的那種可能性 就是毫無限制的 不要說國際法 基本的人道尊嚴都沒有的這種情況 現在在以色列就在大家眼皮子底下發生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難過 然後到這種情況下 美國居然還要裝模作樣的在那邊支持 出錢出力 實在是不曉得該講什麼 真的不知道該講什麼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想像坐ним眼嚨